自身演員李立群 時常透過抖音 分享上海封城生活 今日透露封城起見的快樂 與不快樂就是 吃就吃喝 那每一餐都得自己做 沒有外賣 這也是個小挑戰 不僅啃大蔥吃播 還配了一款拌麵醬 沖熱開水當湯來喝 這碗香菇拌麵醬 哎呦 特別好 都是在沒有準備 或者沒時間做一頓好吃的時候 他就花龍點睛 我這因為這個醬吃完了 我把它對著熱開水當湯喝 李立群也透露 結束封城後 計劃回台灣退休養老 引起不少影迷關注 哎 我這一生過得實在太平凡了 一眨眼就過了 我中間也沒遇到過什麼困難 我就回想起來 就沒遇到過困難 從21歲接觸戲劇 學的是航海 開船的 結果21歲還沒畢業前一年 接觸了話劇社 就愛上演戲了 一路演演演演演 演到70了 明年就今年解封完了 我就退休了 我就回台灣退休了 我做一個良好老人 在山裡就射箭 種菜養貓 我們曾經寫文章啊 幹嘛聊天呢 總認為人生是一連串的挑戰呢 我們就沒挑啥戰了 這一生就過完了 阿彌陀佛 老天保佑 別讓我生病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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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